蔡英文时代全情一时的大二哥 郑文燦11号晚间遭授押禁见 球车载着他从桃园地月 或速开往看守所 仔细看球车车号711 竟跟当天日期7月11号不谋而合 但这神奇巧合 郑文燦恐怕高兴不起来 晚餐四菜一汤有空心菜有鸡翅 网友调侃是要蔡前总统也差 吃南非吗 不过郑文燦没吃晚餐 第一顿早餐吃的是麦茶黑糖馒头 看守所编号一度传出是2350 后来又传出概号成了2380 媒体人更揭秘 郑文燦进入看守所 要度过四个男偶关卡 首先就是要脱光光检查身体 得弯腰确认PP 有没有夹藏违禁品 再来入房后也好隐私 连上厕所都会被管理员 看得一清二楚 另外炎炎夏日没有冷气 加上禁建设防 连放风都只能在走廊散步 四大难过点 恐怕会让郑文燦真的很难过 当然郑文燦超大咖律师团 也没闲着 12号一走就前往申请律建 曾经担任桃园地院刑事与民事庭 法官的资深律师陈永来 前一天收押当晚 也是有他递交抗告书状 除了他之外 郑文燦委任的另外两名律师 分别还有当过立院助理 先任赵丰金董事 政界发界资源丰富的郑一红 以及曾受前法务部长 邱泰三委任 提高名罪的尤其俊 三大律师成功解套 前两次接押停 帮郑文燦获得交保 想不到第三次攻防PK曾经成审 国民法庭案件 有人权法官支撑的 藤谷法官徒伟俊 三大律师惨遭背背 恐怕会让郑文燦对 看守所的日子 这辈子都印象深刻 记者刘志胆 黄明君 黄玉兰 通言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